最后一条影片我会开一个新的project 但这个project是教你怎样用的 所以是不需要交给我的 这个project 我们只是想你明白 怎样用一些pin 来get一些输油的data 我们一直做这么久 你都只是玩这块microbeat 因为这块microbeat本身已经有一些按钮 还有一些display 还有它里面又有温度计 又可以认得你的东西扭来扭歪 很多东西都可以玩 但有些东西是做不到的 譬如我想detect有个人走过的时候 我就转弯红屋灯 但microbeat不懂得偵察有没有人走过 另外有些东西是做不到的 如果我想看一下水干了 即是没有水 那我就做些东西 就噴些水下去 microbeat又做不到的 microbeat两个东西做不到 第一它不会偵察到地下有没有湿 第二个microbeat做不到 就是叫个摩打 谷一些水喉 噴一些水出来 也是做不到的 那这些情况 我们就要用microbeat的0,1,2 而这些三个点 来接收一些资讯 或者是给一些资讯人 那刚才之前的 New Pixel 你已经学了一个方法 那你刚才应该都看到了 它就是用0这个点 拉条线出去 就call眼光绿灯转颜色 这个就是output到一些设计 那我们这一部分 就学一下怎么input一些东西 不过很可惜 我们就没有一些sensor 可以在这里假设 是给一些设计 但是microbeat很有趣的 它也有些东西是 懒接收到送食 那我们就在这里做一做 讲解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回到旁边的traffic light 那里加强功能 那我们做些什么呢 看看的话 那我们就要在这个pins pins的意思是解采一些pins 可以插一些pins 原来可以read一些东西 譬如用digital来read digitalread是很有趣的 它只有0和1收到 0就是off 1就是on 0就是false 1就是true 0就是01就是1 它只有有没有 yes or no 那就未必那么好用的 那什么时候会有用01呢 譬如一粒digital的button button只是按下去 还是没有按 只有两个 所以button 我们就会用一个digitalread pin 来读那粒button 究竟是按了还是没有按 那analog的read pin 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有数值的 举个例子 如果我有一粒钩 那粒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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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叫什么 那粒钩 那粒钩 就要用analog read analog 在microbit里面用来说 它通常就是 扭到最小就是0 扭到最大就是1023 它的range 总共有1024级 所以如果你用了analog read 其实它可以读到的数值 就是有1024级不同的变化 那我们说要看一看效果 那怎样呢 那这个on start就不用了 我们暂时需要forever 那么forever呢 可以show一条string 是吧 而showstring的时候 我可以透过analog read pin 来到read了数值 然后就当它是string 那样显示出来 那大家见到 那string呢 显示了0字 0字的意思 因为在pin 里面 没有给它任何色录 它就是0的了 那你就说 我现在都不可以在pin 里面 插个sensor 可以读一些数值 传给它 那怎样呢 其实这个键是interactive 大家试一试 控制它的时候 一按下去 原来它可以推高 推低的数字 看到吗 推高了 例如我推到190 停了放手 它就会显示190 如果我推高一点的数值 就442 看着 442 这个键是为什么呢 你就是假设 你插了扭的大小声的键 我假设扭到很小 那就是你按住这里 推到最低 那就是0 我扭到键最尽 按住键 扭到最尽 扭到最尽 就是最高的 它不是很差的 推到最高 那就是1023 这个就是range 好了 学会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是假设 假设有个sensor 但是sensor 有时的数值 就未必很适合你 因为它最小是0 最大是1023 如果我一会想用秒数 来代表的话 那它就代表不了了 因为我想做什么呢 我就是想做 扭到最低的时候是1秒 扭到最尽的时候是6秒 那我做不了 因为它最小是0 最大是023 那怎么做呢 那看看我怎么做 那我show strength 那里呢 我就用max的方法 就用加好 再加一个 乘或者除 我不知道 加好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扭到最小的时候 这个analog readprint 是设到一个0 但是我不要0 我最小都要1秒 即1000 那所以呢 我首先做一件事 就是 哪里都有1000 打底 是吧 然后加 那个analog readprint 这样做的话 当它扭到最小的时候 就是1000 扭到最大 就是2023 因为原本是1023 加1000 这样就是2023 那我用加好 就可以把它变成 由0至1023 变成1000 到2023 但我不是要2023 我最大要6000 那如果你最大要6000 你就要想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可以变成6000 那当然呢 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一个 计算机 那我开了计算机 那如果你想用除的话 都可以 那我用6123 除1023 除1023 那 5.865 多 不是6000 因为我本身已经有1000 打底 所以用5000 用5000 除1023 那就是4.887 这个数 那我试一试看看是否真的 假设我扭到尽了 现在是1023 我乘回这个 是不是等于5000 是的 那就是说呢 这个4.887 4.8875 就是我要佩戴它那件东西 那我这里就不用取了 就用乘了 永远将这个analog 乘大了的数据 假设我把按钮扭到最小的时候 就是说它是0 0成任何东西都是0 再加1000 就是扭到最小的时候 就是1秒 假设我现在扭到1023 1023乘4.888 就是多少 就是5000 5000 5000再加1000 那就是6000 6000就是6秒 那我就可以把analog read 就是由最小最大 就改变了 看着 这个0 它在显示1000 那如果我把这个 推到1023 看到它就变了6000 不过它就有些小数点 所以呢 理论上 那你做了这个之后 你都应该用一个max 呢 去run 它 就更加好了 是吧 那现在推到准的 它就是6000 就不会有 小数点正 因为我去不了它太准 说了这么久 你就觉得我好像在说废话 那样 因为呢 这些是一些小学生都懂的数学 不知道你懂不懂 但是呢 你发不发觉 每次都这样计数呢 就很烦 所以其实呢 我想说这么久呢 就是说 其实这个东西呢 是废话的 我们不用用它 原来呢 macrobit 里面呢 在pins那里呢 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就是mac mac这个功能呢 是什么呢 就是帮我们自动计 就是刚才的数 那我们呢 只需要呢 将我们的analog的pin read了个数值之后 这个呢 是read了 是0 到1023的 是吧 那它就会问你了 你本身read进来的数 最大最小是多少啊 那我告诉你 最小是0啊 最大1023啊 那你想最后出来多少啊 那你这里打1 123 1000 然后这里呢 你就打6 123 这个做法呢 跟我刚才的做法呢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是吧 推准了给你看了 不过推不会有023 是吧 那呢 那呢 大约明白 就是它这个概念之后呢 那我们一会儿 就可以用这个mac 就摆去我们 刚才的project 也会用的了 而这个project 也不需要留的了 那所以呢 我们呢 就删除了这个project 那就删除了 那我们呢 进去这个traffic 这个remote 那里 那小心啊 那各位 刚才这个traffic remote呢 我已经下转了 和进入screenshot 那所以呢 我可以直接在这里 改造 第四个部分 那这个呢 除了remote之外呢 是可以转速度的 那所以呢 第四个practice 就是加这个speed 那这个speed 那这个speed 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解一解话 就是说 红绿灯 我会影响你 你会影响我 我又会影响你 你又会影响我 那但是红绿灯呢 如果永远 大家等待的时间 都是一样的话呢 就其实不是很有效率的 因为有时 那边的灯呢 它detect到 没有什么人站在那里 没有什么人站在那里 那你可以怎样 走多些车嘛 是吧 这边呢 可能会有很多车 预备等着走的 那我就在两眼红绿灯那里 分别都安装了两个sensor 如果我们detect到呢 那眼灯是很需要转绿灯呢 我们就将个数据较短点 让它快点可以转回灯 让它转回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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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类似是这样的 但是呢 这个sensor呢 我们就会用pint1来做的 所以呢 我们首先呢 就要在pint1里 拿出一个map先 记住了 我们呢 只需要搞那个绿灯 转回黄灯的时间 因为呢 红灯什么时候转呢 是因应旁边转了我才转 所以是不用搞的 搞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呢 放在这个3000那里 然后呢 我们再好像刚才那样 用analog read pin 不过我们read pin 我们read pin1 为什么呢 因为pint0呢 拿来call红灯做事 拿来做了output 那我们要input 就要插进这条线了 明白吗 不理他什么sensor 总之是send一下 眼灯啦 那时间也是 我想呢 最快呢 就是1000 最大呢 就可能大约6000 它的数据都未必很准的 你现在这个玩法呢 就不同了 它 default呢 应该是1000 所以呢 当我们呢 按一下眼灯的时候 它会缩小一点 再小一点 大家看着眼灯 很快的 一按的时候 call了另一块microbit 然后呢 我随便按一遍都可以的 今次按下面 一按这里 就会call它转黄灯的了 但每次呢 它就一秒呢 就会立刻转回 点点点 然后变回交叉 就call这边 这边呢 又是一秒就call它 它又是一秒就call它 很快的 是吧 因为我的数值跌幅是零的 那如果呢 我今次呢 在这里 推这个1 推到它再大一点 推到1023 即是说呢 这眼灯呢 转了6灯之后呢 就会等很久的了 看到吗 这边等了很久的 是吧 然后才转黄灯 这边就很快的 因为这边没有动过 是吧 因为这边不需要了 没什么人 没什么车过 那这边就要等6秒 大约了 它会比6秒 我计过 那又call回这边了 如果你想这边更久的 你便推进这个 这边不用那么久的 那你便减少一点 又不要那么少 327 那这边就会等很久了 看着呢 又要等6秒 那接着呢 又会转黄灯call 旁边了 不过这边有趣的 又不是一秒的 秒来两秒 它又立刻转了 可以令到两个microbeat 用两个sensor 去令到红灯 转的时候呢 可以因应个sensor sensor sensor 有没有人要过 即有没有车要走 来决定那个转灯的速度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最后的practice 那你这个都要独立交给我 麻烦一下 所以你要按下save 那然后呢 再white click 然后呢 再save snapshot 那我们今天呢 我教你的practice 就教完了 今天很短的而已 没什么的 但今天呢 要你做个challenge 就有点复杂了 那么下一条片呢 我就会交下 你们要交的challenge 是什么 不过要留意一下 各位 我在这里呢 就先讲清楚 这个呢 未改名 一定要改 这八个file 你是要跟随我上课 刚才教你的 做齐它 交上model 不用先压制 另外 一会有个challenge 你都会多了一个hex 和一个screen cap 那就是除了有这八件东西 有九 有十 总共有十件东西 你要交的 但是challenge呢 我除了要你交一些code 给我呢 我还要你录个demo 给我 现在统一完 接下来之后 那两堂 加上这堂也是 就是呢 你录了那条片 不要交那条片给我 因为我怕 我的file size太大 你呢 upload上youtube public了它也好 unlist了它就行 最重要不要pivot 然后呢 就把那条public了 或者unlist了的link 开个text file save给我就可以了 所以呢 今堂呢 你要交十一件东西 一二三四 做个challenge5 screen cap 一二三四 做个challenge5 就是有十个file 再加一个text file 就是有一条youtube link 给我看这个demo 那你拍多大都可以了 不理你了 那这里又可以停了 那就人家再见了